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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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 而新制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 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 支撑力 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 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概括地说 新制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 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以劳动者 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 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制优 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文章指出 新制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 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制生产力加快发展 第一 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第二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第三 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 第四 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第五 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省南充市 嘉陵区 枝江小学的学生们回信 勉励同学们坚持得志体美劳 全面发展 争作爱党爱国 自立自强 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并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殷切期望 激励广大少年儿童 拔结生长 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 得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 同学们勤奋学习 热爱劳动 健康快乐成长 我很欣慰 这让枝江小学的师生们格外兴奋 总书记在回信中回想起二十年前 为学校陪图奠基 我特别激动 当年我就在现场 我始终记得总书记当时的叮咛 让我们要把学校办好 让贫困山区的孩子能够成才 二十年过去了 我们图书馆 陶利市 塑胶跑道 一一应俱全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 和成立孩子同样的就学条件 我特别骄傲 学业在心中鼓励我们说 要争作爱党爱国 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我长大要当一名高级工程师 为祖国建设更多的高楼大厦和隧道桥梁 坚持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 争作爱党爱国 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殷切期望 沐浴着新时代的阳光 广大少年儿童奋发有为 向阳成长 习爷爷在回信中给全国的少年儿童 送上了节日祝福 我特别开心 我们从小听着家乡半条辈子的红色故事 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已 我要像习爷爷说的那样 树立远大志向 珍惜美好时光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从今天的小树苗努力成长为建设 祖国的参天大树 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给予厚望 希望他们努力成长为刊当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大任的动良之才 作为一名儿童工作者 我们会牢记总书记嘱托 做儿童成长的引路人 儿童权益的守护人 儿童未来的祝梦人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关乎着国家未来 一直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 广大少年儿童的成长成才 在北京少年宫 总书记鼓励孩子们 要像海绵吸水一样多学习知识 在北京市育婴学校 他勉励同学们当下勇当小科学家 未来争当大科学家 在湖南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 他叮嘱孩子们保护好视力 保护好眼睛 在首都义务植树节上 他希望孩子们从小养成 爱护自然 保护环境的意识 用自己的双手 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丽 你们就像小树苗一样 祝你们茁壮成长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关怀下 各地落实力得数人根本任务 在孩子们人生的拔结运碎期 给予精心引导和栽培 今年六一前夕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五百多名一年级学生 戴上红领巾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先队员们 同上一节对客 拨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 江苏淮安市新安小学的同学们 走进历史纪念馆 开展红色研学 排演校园情景剧 从小立志做新时代 爱国奋进的好少年 作为新安旅行团的母校 新安小学一直注重 将新女的红色基因 融入日常德语当中 在实际课堂当中 感受新女的历史 坚定我们孩子理想信念 践行 知行合一 争当永远跟党走的小好汉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的牵挂 各地开齐 开足 开好科学教育课程 全国上千个科技馆 科普大棚车 近万个乡村少年工 全面向中小学生开放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 开展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开好劳动教育专门课程 为少年儿童创造越来越好的成长成才环境 在动手实践中 也感受到了大成岛啃花时期 爷爷奶奶们艰苦奋斗和无私奋献 我们会好好努力成长为新一代建设者 在这里我们可以聆听 面试爷爷讲故事 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机器人 这些活动在我的心中 埋下了一颗科学种子 在篮球场奔跑 每次进球后我会非常开心 打篮球既让我的身体变得健壮 也让我长高了 更让我学会了积极向上 拼搏和永不言弃的精神 牢记总书记期望和嘱托 新时代少年儿童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昂扬向上 奋发图强 如小树苗般茁壮成长 努力长成肩负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参天大树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李希 5月29号至6月1号到四川调研 他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深化落实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各项部署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李希来到乐山市马边遗族自治县小谷西村 与少数民族群众深入交流 听取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意见建议 他指出 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知风和腐败问题 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后执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 要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 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进一步严明党的群众纪律 坚持执继执法为民 揪风治乱为民 把严的基调一贯到底 坚决惩承治迎贪义服 持续加强连结建设 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在航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日月大道地下综合管廊 李希要求纪检监察机关 聚焦国之大者 强化政治监督 政风速迹反腐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李希还到成都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黄瓦街派出所 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调研期间 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 了解党纪学习教育推进情况 并听取意见建议 他指出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做出的重大部署 作为党的纪律部队 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标杆意识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要强化警示教育 突出已按促学 已按说计 让心存敬畏 手握戒齿 真正成为日常自觉 要深入学习掌握条例规定和要求 不断提升 一规一计一法履职的能力和水平 准确规范执行党的纪律 要把党纪学习教育 与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有机结合 以严明纪律保障基层减负工作落到实处 李希还看望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在川挂职锻炼帮扶干部 并与基层干部座谈 强调 要把握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 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真抓实干 让帮扶成果更加稳固 成效更可持续 不负组织重托 群众期待 新疆 重庆 四川 安徽等地 认真谋划安排精心组织实施 坚持高标准 高质量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 扎实开展 新疆通过举办专题学习会 党纪学习教育读书班 党员大会等方式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原原本本竹章竹条学习条例 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之敬畏 新疆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 把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作为忠诚拥护两个确立 坚定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 和重要检验 推动条例规定要求 入脑入心 见行见效 重庆抓住学习重点 丰富学习形式 强化警示教育 通过采取集体学习 与个人自学相结合 辅导报告与交流研讨 相结合的方式 切实把党纪学习教育 落到实处 我们坚持把党纪学习教育 任务措施 融入日常工作中 在注重时效 提高质量上下功夫 引导党员干部 学纪 知纪 民纪 守纪 把纪律规矩 转化为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四川各节党组织 分专题开展学习研讨 逐章逐条 联系实际学习条例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增强纪律意识 提高党性修养 推动工作高质量开展 四川聚焦学习条例 坚持一手抓统筹全局 一手抓示范率带 分别制定全省面上实施方案 和省委常委班子 带头工作方案 抓生学习研讨 抓研警示教育 抓实培训解读 推动学有质量 学出实效 安徽制定了 全省党籍学习教育实施方案 从坚持原原本本学 紧密联系实际学 加强警示教育 抓好以训助学 坚持两手抓 两促进等五个方面 提出19条工作举措 安徽坚持以言的作风 试的举措 抓好组织实施 注重把集中学习 与个人自学 证明教育 与警示教育 集合起来 着力推动 党员干部 把中国共产党 纪律处分条例 学生学透 学到位 形成珍贵手机的 高度自觉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广大少年儿童 度过一个快乐 有意义的节日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 上千名师生 齐聚天安门广场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大家齐声高唱国歌 向国旗敬礼 快乐过六一 在内蒙古 厄尔多斯东盛区 家长和小朋友们 一同参加趣味盎然的 亲子运动项目 在江西高安文昌公园 孩子们玩击鼓传瓜 跳皮筋等游戏 充满了童趣 在海南三沙 当地为孩子们准备了 书包玩具等礼物 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 陪伴下欢度节日 在四川梁山州喜德县 泽越小学篮球队和宁波体校篮球队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友谊赛 我收获了很多 当然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还是好好训练好好学习 继续我的篮球梦 六一之际 各地还开展各类研学实践活动 在湖北实验核心水源地 来自北京的学生和当地学生一起参观了 丹江口水库大坝生态环保展示馆 了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守水护水情况 山东组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介绍园 孩子们阅读生动有趣的绘本 了解传统美德名人故事 在陕西同川 小朋友们观赏珠环 听科普讲解 增强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连日来 红领金爱祖国主题实践活动在全国开展 共青团中央 全国少工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今天推出六一主题云对客 引导广大少先队员 努力成长为德智提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 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 截至2023年12月31号 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一亿1480.7万名 基层少工委27.6万个 全国中小学校 共有少先队大队19万个 中队285.6万个 全国共有少先队辅导员754.2万名 其中省市县级少先队总辅导员0.3万名 中小学校大队辅导员21.1万名 中队辅导员287.6万名 少先队校外辅导员445.2万名 位于安徽省黄山市的屯西老街 始建于明朝 一半江水一半街 自古就有流动的清明上河图的美誉 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 带您走进安徽的中国历史文化明街 穿越时光品味灰韵 在群山环抱江水潺潺之间 古色古香的屯西老街 宛如一幅流动的历史画卷 诉说着千年故事 全长1200多米的屯西老街 由不同年代建成的 300余栋灰派建筑构成 粉墙带瓦硬斜阳 码头墙下岁月长 这里的一砖一瓦 都尽显灰派之运 那么这些建筑 它都体现了一个灰州 商业建筑的一个共同体制 前殿后宅 还有下殿上宅 在老街的建筑上 无论是门楼门楣 还是屋檐屋顶 都可以看到美轮美奂 如诗如画的灰派雕刻 作为国家级飞衣文化 以木雕 砖雕 石雕 为代表的灰州三雕 它不仅刀法细腻 寓意深刻 更是文化的传承和表达 一件作品 从穿短袖刻到穿棉袄 又从穿棉袄刻到穿短袖 春夏秋冬 注入了精力 感情 是有生命力的 古街老巷 岁月流芳 老街汇聚了 以摄雁 灰墨 宣纸 毛笔为代表的文房四宝 眼前的这套画笔 凝聚了杨文五年的匠心 也彰显出了 中国匠人的精湛记忆 其实这个每一个记忆 能传承下来 都是很了不起 国家级传承人 有荣誉 有责任 传承好 保护好 这是我的责任 关筋一见骨 五骨不成筋 如今的屯西老街 承载着十余项珍贵的 飞仪记忆 集聚了八十多位 飞仪文化传承人 飞仪传承的脉搏 在这里跳动不息 飞仪老师进到我们学校里面 谈侃而谈 那种自信的感觉 就是中国的文化自信 跨越千年的时光流转 在屯西老街 活泰的文化遗产 与美丽的自然风光 古朴的街区风貌 融为一体 不同时代 不同年代的中国人 共同编织 并演奏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乐章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 当前全国卖收达1.2亿亩 进度过三成半 已进入收获高峰 今年三夏 全国预计投入各类农机具 超1650万台套 目前湖北卖收结束 四川正在扫尾 收获热点已经转到 位于黄淮海卖区的 安徽 河南 江苏 安徽省小卖面积达 4300多万亩 全省计划投入 17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 将集中10天完成小卖抢收 我现在来到的是 安徽省富南县 集庄社区的大涅庄 在这里我发现 大马力的联合收割机 明显的增多 像这样一台收割机 一天能收割150亩的小麦 下收期间 安徽省重点结合 小麦实际成熟时间 引导南北地势结对子 开展北基南下 南基北原行动 有效提升小麦抢收保障能力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 进入收割高峰 记者在正阳县采访时发现 今年当地投入了新型收割机 机收损失率 可以降低到0.6% 与此同时 一系列智能化新型农机 也组团投入今年的卖收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 驻马店市正阳县 寒冬镇的侯庄村 我们发现奔跑在卖田里的 除了收割机 还有我身后的这种打捆机 收割机收获完后 把结杆留在地里 打捆机紧随其后 将结杆一一打成圆柱形的大捆 整齐的码在地里 天气条件对卖收的进度 有显著影响 江苏针对今年卖收期间 部分地区雨水偏多的情况 提前制定了抢收应急预案 目前 黄淮海卖收八省已建设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 1090多家 储备了一批移动式烘干机 履带式收获机等应急作业机具 全力以赴夺取下粮丰收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今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 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施行 粮食安全保障法 立足我国国情 粮情 聚焦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 储备 流通 加工等环节 以及粮食应急 节约等方面 有针对性的建立和完善 相关工作制度 使粮食领域基础性 统领性法律 财政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日前印发 三北工程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规范三北工程补助资金管理 2024年 新设三北工程补助资金 并安排预算120亿元 资金将主要用于 林草 施荒 一体化保护修复支出 巩固防杀制杀成果支出 杀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偿支出等方面 今天 国内首个民营资本 参股投资的民用核电项目 位于浙江温州的三澳核电站 联网一阶段工程竣工投运 该工程为瑞安至南雁 500千伏线路改阶工程 它的投运将构建起三澳核电站 接入电网的输电通道 提升浙江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昨天 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 贵州省同仁市花滩子水库工程 开工建设 工程总投资32.17亿元 建成后 预计每年平均发电量 达1816万千瓦时 并汇集33.73万人的生产生活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城市绿色发展 与乡村振兴论坛大会 昨天在四川成都举行 大会以绿色发展 点亮城市和乡村的未来为主题 与会嘉宾就智慧城市 乡村振兴 灵探城市 知识产权等多个议题进行了探讨 台风马利斯在今天0点55分前后 以热带风暴的强度 登陆我国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 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登陆后 马利斯由热带风暴级 减弱为热带低压 受其影响 广东 福建 浙江等地 出现强降雨天气 需加强防范 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 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年六一晚会 将于今晚八点档 在央视综合频道 少儿频道同步播出 晚会以至未来为主题 包含歌舞表演 武术戏曲 《非遗集粹》等多样态节目 为孩子们带来充满欢笑 与惊喜的儿童节 阿拉伯国家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 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注入新动力 为动荡不安的世界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 习主席的讲话内容非常重要 他谈到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之间的历史渊源 就像习主席所说的 中阿国家和人民的友谊 源自丝绸古道上的友好往来 这些奠定了阿中相互尊重 互惠互利的基础 我们已经准备好 与中国携手共同努力 为全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理念 得到了阿中双方的一致高度重视 双方将努力实现这一理念 造福阿中人民 双方在经贸 能源等领域 将进一步合作 习主席在主旨讲话中还提到 中方将同阿方在创新领域 共建十家联合实验室 这将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 注入新动力 阿拉伯国家人士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五大合作格局的设想 契合阿中双方共同意愿和需要 将助力阿中合作 不断取得新突破 习主席的主旨讲话非常重要 他提出的构建五大合作格局的设想 为阿中合作指明了方向 阿中双方在创新 投资 能源 经贸 人文等领域加强合作 能为阿拉伯国家的发展 带来更多机遇 中国帮助突尼斯建设了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突尼斯也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拓展市场 相信这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来说 都是发展良机 阿中之间除了经贸往来以外 双方也在投资 人文 工业等方面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 从而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习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提出 构建五大合作格局 为我们剥划了阿中未来合作的美好蓝图 激励阿中双方付出更多努力 在双方经贸合作 科技和人文交流等领域加大投入 阿中合作不仅能够造福双方人民 也能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称 乙军部队在加沙地带南部 拉法市中心周边区域 打击了巴勒斯坦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目标 乙军当天还称 以结束在北部杰巴利耶的行动 从当地撤离 加沙地带民防部门称 杰巴利耶难民营大部分基础设施 被乙军摧毁 救援人员当天在难民营内 找到数十名死者的遗体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称 其武装人员在多地使用迫击炮 打击乙军营地 人员和车辆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31号表示 加沙地带毫无安全可言 这里的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迫切需要立即停火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 5月31号确认 俄乌当天各项对方 移交75名被扣押人员 德国政府5月31号发表声明说 同意乌克兰使用德国援助的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茨科夫 近日曾表示 那些加剧紧张局势的国家 其自身利益将遭受重大损失 连日来 印度首都新德里 比哈尔邦 奥里萨邦等多地 遭遇持续高温天气 据印度媒体今天报道 过去24小时 至少85人因高温天气死亡 在比哈尔邦 近日最高气温一度达到48.2摄氏度 当地所有学校因高温停课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忙了 感谢您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